没有冰箱 根本不好意思 谈豪华嘛 大家好 我是诗教授的陈欣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广州布光 试驾了魏牌高山的那个长轴家常版 大家也试驾了我们身边的这一台 魏牌高山的四驱企业版 这两台车其实最直观的一个差别 就是他们的轴距它其实是长度是有不一样的 那么前面我们刚刚聊完了这个长轴版 那么现在来可以说来聊聊这个标准版 也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四驱旗舰版 那么魏牌高山四驱旗舰版 跟那个魏牌高山的行政家常版 其实是在设计风格上是保持着统一的 当然首先就是说大家都很喜欢的这种直铺式的竞技格山 那此外呢我还想单独的聊聊它的一个细节 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拥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出色的设计 也就是说那个高山流水 那么这个直铺式的它是有点这种高山的感觉 那侧面的腰线有流水的感觉 同时呢就是咱们的魏牌呢在这个MPV的设计上 也会尽量的去往豪华式去做 因为它给了许多的这种比较大气的镀隔 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比较夸张的那种侧翼的那种导流版的设计 让这台车看起来没有太过于的家用 而是能够呈现出来一场这种超过30万以上的MPV 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应该有的态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因为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咱们在自主品牌 在打造MPV的时候 其实都会尽量的往这种豪华 或者是往这种运动性能上面去做 但是呢每一个MPV车的打造的方式 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但如果你单纯的来看这一台车 你就会觉得也还行 但是如果但凡你要去将柜台的奥山 去跟其他的这种MPV进行做对比 其实一上一下它的气场 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也是我会比较认可这种卫牌的感觉 这也是从它当年打造SUV 然后再打造MPV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很核心的一点 就是很狠地抓住了中国消费者 对于大气造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来到它的后面来看一下 那来到车尾 其实也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 就是说卫牌高山的四驱骑马 它同样也采用这种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是目前基本上所有的 不管是新的人车也好 或者是这种人用车也好 都非常非常流行的这种设计的风格 但它除了横向的这样的一个 贯穿式的灯组之外 还提供了两边这样竖像的尾灯 从而让它形成一种 更加有这种气场感觉 就不会让它显得太过于年轻 但其实有些人说 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卫牌高山 它作为一款MPV会显得不那么接近年轻人 其实也不是 因为它整个版车 虽然说看起来是会比较有派头的 但同时它的运动感什么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不过包括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扰流板 然后下方它的整体的这种 没有太多繁琐的一个细节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尾的那种 整体度和完整度都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是那种年轻人 或者是年龄层次上去一点的那种消费者 也都会比较喜欢的 那来到第二排 卫牌高山的MPV 它提供的是目前咱们MPV都会比较从上的这种 第二排非常尊贵的体验 那么卫牌高山四驱 基本上它给后排的配置给的还是非常的充足的 那每一个座椅 你看后排两个座椅均提供了这种座椅通风 座椅搭热和座椅按摩功能 同时它的一个触屏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在 后手的内侧 同时在一些对一些空调的这种灯的调节上面 会在上方提供了一个触摸屏 而且它那个灯组什么的 也是采用这种一触击开的这种方式 就呈现的比较高级 它就是你放眼望去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这种物理按键 但其实每一个细节 你触柔可得的地方 其实都是这种按键 而且是一触击开的 说了半天好像有点渴了 那我们打瓶水了 小冰箱打开 用这种抽屉式的小冰箱可以拿出来一瓶水 而且它的容积非常大 达到了12.5升 也是同期最大的 而且同时呢 这个冰箱这个位置啊 也是同级别里面独有的这个 放在这个前排扶手箱位置的冰箱 这也是相当出彩的一部分 那毕竟没有冰箱根本不好意思 谈豪华嘛 接下来我们回到前排 这后排能这样用冰箱 那前排成员或者是驾驶员 他能用吗 也可以 你将我坐在这样的位置 安排这样的按钮 对开门式的打开 你就发现那冰箱在那里 这上面还有个小隔板 其实小隔板也是 对这个冰箱内部进行了分层 下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区域了 可以说坐在前面 你能够非常轻松的利用好冰箱 那坐在后排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好冰箱 这也是我看好它的一点 那坐在后排你感觉会非常的舒服 但如果有的时候 你想要去办公的 或者是小孩子写作业呢 打开这个小桌板也就是可以了 而且这样的小桌感 不光左边有一个 右边它还有一格 那此外呢 卫排高山四驱喜借马 它目前还能享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政策 那就是三重尊享生仓礼包 干什么呢 就是这台车在丧失三个月之后 它汲取了这个消费者的意见 然后呢提供了一些比较出色的一些配置升级 一个就是说 可以免费将那个悬架升级成书响感悬架 另外一个则是勇气着去享受到后排的那个吸引屏幕 以及给OTA升级 然后OTA升级完之后呢 你的车机系统会拥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玩法 那我特别想说一下 就是第一项这个升级项目 就是底盘的输箱感 底盘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咱们的卫排高山四驱喜借马 它当初在进行一些底盘标定的时候 它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到了驾驶者的感觉 BD这台车的系统综合输出功率是超过700牛米 我在高速上面开下的时候会觉得 哇这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带感 甚至是让你爽快的不像是一款MPV 但是嘛就是一款MPV 它不光是需要让驾驶者感觉到更舒服 可能也会需要让副驾驶啊 后排啊这些的成员感觉到更舒服 所以呢就很多人就是觉得 可能在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需要一些更多的向家人考虑 那么卫排高山呢就会特别考虑到这一点 会将咱们的这种底盘进行那种升级 而升级完之后的这个舒适感的底盘呢 它会顾名思义就会在这个整体行驶的平稳度 对底盘的一些细碎颠簸的这种过滤啊 等等方面都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它在驾驶的爽快感呢 稍微做了那么一点点吧 但是呢全车的整体的这种行车的品质感会有这种更大幅的提升 也就是说会让它的整体的行坐表现会觉得更均衡一些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相当负责的这个品牌的做法 所以啊作为自主高端品牌所推出的这种旗舰级的产品 我觉得卫排高山它目前一共推出了三个配置的车型 但是呢你能够从它对待第一批车主的这种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做品牌 非常用心在打磨产品的这么一个团队所做的事情 那卫排高山这台MPV啊 我觉得它将在2024年的MPV的销售榜单上 一定能够凭借它出色的产品力 以及出色的后续服务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并且在2024年的榜单上面在前排占据一席之地